9月25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办新闻发布会。 会上,发言人马小光就外媒报道的美方干涉索台断交仪式作出回应, 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和承诺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据报道,索罗门群岛政府于不久前召开内阁会议,决定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同台湾当局断交并与中国建交。 9月21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北京同索罗门群岛外长马内来举行会谈, 并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索罗门群岛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23日,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曾应讯表示, 中索建交是索罗门群岛政府和人民做出的正确决定。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据介绍,美官员质疑大陆策动索国外交转向, 改变两岸现状,并重申支持台所谓的国际空间。 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马小光表示,美方应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和承诺, 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以免严重伤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准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美方人士指责主权国家与中国建交, 这样公开的玩弄双重标准,难道自己不觉得尴尬吗? 2016年以来,民营党当局单方面的否定九二共识, 推进台独活动,煽动两岸敌意,制造两岸对抗,破坏两岸关系。 两岸同胞都看得很清楚,难道只有美方人士视而不见吗? 此外,有记者援引外媒报道问及, 美国副总统彭斯曾亲自致电索罗门群岛总理佐加瓦雷, 阻止该国与台断交。 在拦阻无效后,彭斯聚在联合国大会与其见面, 美国部分议员还威胁停止对锁国的援助。 对此,马小光也做出了回应。 谈问题中国内政,美国公然干涉中国内政, 这是不得人心的。 美方应该切手,应该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和承诺妥善处理事态问题。 还有记者问及,台对外部门日前称, 将对脑鲁、图瓦鲁、马绍尔群岛、帕劳等国 考量增加所谓源外经费,以稳定维持关系。 马小光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历史大事,人心所向。 台湾有关部门的举动,恰恰说明了,谁在搞金钱外交。 那么我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这是历史大事,是人心所向,是不可阻挡的。 那么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与我们建交, 那么这个趋势还会继续发展。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视频 and Twitter 监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